中国女排结束了首场比赛之后 接下来也将迎来我们第二场小组赛 对战的对手是东道主法国女排 按照比赛时间的安排 这场比赛将会在8月2号的凌晨3点进行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各位球迷记得关注一下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此番对战法国东道主的比赛非常的关键 而且也是充满了挑战性 首先第一点 之所以说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和重要 是因为中国女排在首场比赛打败了美国女排 占据了先机 如果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打败东道主法国女排 我们将有可能以两连胜的超好成绩 直接晋级八强 继续向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发起冲击 如果我们输给法国女排 后续再去面对强大的对手塞尔维亚女排 中国女排恐怕就会全面陷于被动 到时候还能不能够进入奥运会的八强 真的不好说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 以及一种阻力来说 必须得掌握好目前的局势 第二点 之所以说面对法国女排 这一场比赛充满了挑战性 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对手 大家很清楚 这一次比赛在法国巴黎进行 意味着法国女排占据着主场的优势 2016年礼约奥运会 我们已经在巴西见证过他们当地球迷的厉害 所以如今来到法国女排的主场 到的时候我们肯定也都会感受到那种非常喧嚣 甚至带有一些恶意的主场氛围 对于中国女排身体和心态 恐怕都会造成重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还能不能够面对这些冲击 保持好的心态 最终贯彻好主教练安排的战术 帮助中国女排拿下胜利 这一点非常关键 所以可以说 这一场对战法国女排的比赛并不轻松 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首场比赛打败美国女排之后 前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点赞了弟子们的表现 与此同时 也展望接下来对战法国队的比赛 支招主教练蔡斌 在郎平看来 接下来对战东道主的比赛 需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法国队 因为法国队有不少球员 这几年在征战欧洲联赛 比赛的经验相当丰富 再加上主场的优势 其实中国女排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除此之外 郎平还希望中国女排不要太急躁 要一场一场的打好比赛 耐心一点 我们才有可能取得好成绩 所以不管是对于朱婷 还是对于主教练蔡斌 他们来说 都要听懂郎平这一番话 稳打稳扎 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才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另外一方面 考虑到这场比赛 法国女排的实力 对比美国女排并没有那么强大 所以朱婷不一定会首发 而是有可能替补待命